我會覺得他們有點像是恐怖情人 就是好像得不到你 我就要把你毀掉這種感覺 而且穿黑衣服比較嫌瘦啊 為什麼對黑衣服有偏見 因為我其實跟他們有兩份合約 那第一份合約是到今年的12月底 那是公司對公司的合約 那這份合約是目前都是正常持續的在走 那我想要解除的是另外一份 就是今年結束之後的另外一份 就是我全部經濟是歸他們的那一份 他們說我忘恩負義 其實我是真的很感謝他們 願意花這個700多萬 這種公司我真是燒香拜佛 才求來的這種好公司 那為什麼我要解約一定是有原因的 其實從去年開始就發生滿多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是溝通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包括他們會緣故停止我工作 然後會因為說要發這個EP所以我們覺得你不要去接什麼什麼工作 你都不能去接因為會影響到你的形象 那我也是好因為我真的很想要發EP 所以我就是答應了他們 所以導致我那一陣子幾乎是零工作 就是都沒有出門工作 就是專心的在練歌啊練唱什麼的 大概有多久時間都沒有做 大概也有幾個月吧 就加宣傳接日幾個月 我是因為這個事情所以我才會想要解約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問題好好溝通 如果真的溝通不來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用情緒化去阻止別人工作 為什麼 我覺得對我未來工作我會覺得很沒安全感 因為我哪一天如果 可能你有哪一個不開心 你又要停止我工作 我會覺得 嘖 就是很沒安全感 我 經紀人跟我說是他朋友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誰 對 而且其實我那天在警察局 我看了完整的影片檔跟那個 音樂 不是音樂 就是聲音的那個檔案 就是監視器收到那個聲音 我就是一直聽到那個 周小姐 她一直在咆哮 然後我很仔細的想要聽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她就一直在咆哮一直在咆哮 她說 你要不要去探聽一下我是誰 然後我說 蛤 所以他們這樣子咆哮 可是他們卻要告我經紀人 我是覺得蠻不能理解的 他們是說那個蠻不能有罵太子的事情 我沒有聽到 我去年不是有發 連續發九張那種黑白照在IG 因為那時候跟公司就是有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一直沒辦法解決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可能 那一陣子也都為了 工作的事情在煩惱 所以就是有點情緒失控 後續會對他們 有出一些什麼到處的事嗎 回話的名譽吧 因為我仔細看了一下報導內容 就是我有誇呼起來 就是與事實不符的地方真的是還蠻多 大概超過八成 所以我會提出告訴這樣